想让玄霄尽快破冰 就是要找到三件寒气 其中苏罗国已经在我手中 掌门 那另外两个寒气是什么 我只知道其中一件 名为昆林 是北方昆鱼化为捧鸟时 掉落的鳞片 无人指起下落 至于第三件寒气 我不知其名 只知此物即出 便会有星辰下凡 迎合道玄之景象 那想必 更是件难得的神物 星辰下凡 迎合道玄之景象 难道是光剑寒图 你知道此物 当然了 我寒家世代经通看语之术 自然是收集了许多记载 天下珍宝 义无方位的古籍 其中就有一本 探宝志 我就是在里面挥制的地图里 看的都光剑寒图 既然地图中有所标记 那便是寒图所在的位置 这可真是天赐的机缘呢 天鹤你听到没 我们可以一块去找寒气了 你不能去 那可是寒气 你会被轻提 凌莎 我当然也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去 但是紫衣之术说得对 寒气会伤你的 我说你们就别担心我了 人家掌门亲自给我收入灵力了 反正我就是全都好了 你别忘了 我们三个说好的 无论如何都不分开 可舍 好 你别可舍 掌门 他们三人的感情 让我想起从前 就让他们一同前去吧 那你们就一同先行凌莎家中 寻找古迹光迹寒图线索吧 凌莎 我知道你有体寒症 自有安排 可确保你安然 多谢掌门 我等 定不负掌门所拓 什么意思啊 我自由父母叔伯都离世了 就是阿姐一个人把我养大的 她给我的所有的都是快乐 所以她以为我不知道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家族中成年之人 都活不过三十岁 他们说这是天命 所以 这就是我为什么 一定要找到仙丹 我不仅想救唐姐 我想救我家族中人 还想救我自己 不是 凌莎 你别信什么天命啊 命是人自己的 为什么要交给天呢 你放心 我陪你一起去找 我拼了命也要去找到那方法 你和阿姐 一定能健健康康地活下去的 我也是你这样的想法 可是阿姐就受我一个信任 如果我陪她的话 可以陪她度过十余年 天鹤 如果你是我的话 你爹娘不让你跟我走 你会怎么办 我会怎么办 我会跟你一起走 人活在世上 不就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 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吗 我爹娘也肯定会同意的 因为他们也是这样的 那我如果跟你娘一样 早早地就会 你别胡说 你不会的 那 如果呢 那我就陪着你 我乱生死 我都一直陪着你 谢谢你 听好 你为什么要亲爱的 我本来 还有运矛盾来着 现在我决定了 跟你们一起去找韩琴 你的 你怎么看 都对你 因为我还没想到 你为什么要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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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将这本探报之 送与穷华 但是条件是 韩灵莎不再是你的弟子 也与穷华再无瓜葛 他只能是我们韩家小亲 紫庸你应该劝劝阿姐的 凌莎 我并非没有父母亲人 七岁那女 是我执意李家去了穷华 可等我四年双亲再回家时 已是苦中分盈 这成为我自身 无法弥补的同处 我不希望你同我一样 紫盈戴穷华 多谢凌香姑娘赠书 凌香姑娘 比我更了解凌莎的心情 望你妥善处置 小妻 想要去 小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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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家列祖列祖好好地想一想 你若敢踏出这祠堂半步 若敢同他们一起走 我就连同我 还有这韩家大院 一起烧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